注意看 这个女人惨遭邪灵附身 她颤抖着把女儿叫到身边 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结果下一个 这就是近年来最硬核的驱魔大片 古老的驱魔仪式 让所有人感到胆颤心惊 尤其是老太太诡异的笑声 更是成了那些胆小者的午夜噩梦 驱魔不可经常来袭 友情提示本片全程高能 赶紧爱特你的好友一起抱团观看 十几年后 翠花成了一名战地记者 为了探索这个神秘部落的文化 在网友的指引下 走进一个叫拉伯卡的洞穴 可她并不知道 这里是当地的禁地 里面封印了许多恶魔 一旦进入就会被恶魔选中 成为他们的宿主 帮他们解除封印 走出地狱之渊 没过多久翠花就感到身体不适 被突然出现的恶魔吓到在地 当她再次醒来后 已经被一位大叔绑了起来 囚禁在一间化满符咒的房间内 然后在他周围洒满圣水 其实大叔并不是坏人 只所以将他囚禁起来 是因为翠花擅闯拉伯卡禁地 现在怀疑她沾染了污秽 随后一个女巫出现 很快就感应到恶魔的存在 走出房间后 让大叔将一瓶羊奶 灌入到翠花口中 因为羊奶属圣洁之物 是恶魔最讨厌的东西 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她震住体内的恶魔 可翠花却浑然不知 还以为自己被带到了缅北地区 直到第二天表妹的出现 让她终于看到了希望 结果表妹不但没救她离开 还将她臭骂了一顿 因为表妹之前告诉过她 千万不要进入拉伯卡禁地 可翠花和小莫一样 天生就喜欢挑战自我 只要是粉丝提出的问题 都会尽可能地完成 最后表妹告诉她真相 那里根本不是洞穴 而是一个隐藏着无数恶魔的废墟 现在你已经被恶魔附身 只能靠女巫的驱魔古法 才能赶走恶魔 可翠花是个无神论者 根本不相信恶魔的存在 趁表妹和大叔谈话时 赶紧向上司打去求救电话 结果没说两句就被大叔给发现了 为了防止翠花逃走 他们只好用铁链将其锁住 然后将一只大公鸡 放在房间封住恶魔的走位 晚上翠花正在休息时 突然看到一个小男孩 正在偷窥自己 当她正要询问时 小男孩一句话也没说 便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翠花被他们绑了起来 开始进行古老的驱魔仪式 女巫在她身上涂满鸡血和橄榄油 大叔在房间内喷满圣水 一切准备就绪 女巫告诉她 昨晚恶魔已经来过 这样做他们可以 进一步了解恶魔 只要知道对方的名字 就能将其消灭 接下来你会看到恶魔的原型 一定要问出她的名字 说完后几人便离开了房间 因为接下来的环节 需要她独自进行 翠花躺在地上瑟瑟发的 无助的样子实在令人心痛 没过多久一条黑蛇 从窗户爬了进来 好像一道黑色液体缓缓地流向地面 翠花被吓坏了开始大声求救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很快两条黑蛇就顺着肚皮爬到她的胸前 千军一发志气大叔突然出现 用麻袋抓走了黑蛇 女巫从她肚子上沾满鸡血 在墙上对应的蛇形图案上留下一个血手印 说明恶魔的身份和黑蛇有关 可翠花还是不相信自己已被恶魔附身 认为这些反科学的迷信 就是愚昧无知的表现 只有姬哥才是她最可信的朋友 晚上睡觉时翠花赶到身体故事 脑海中闪现出一些诡异画面 下一秒辈子突然被一种神秘力量拽走 翠花急忙上前查看 发现从里面渗出大量鲜血 掀开白布后 已经看到血肉磨合的姬哥 表妹听到叫声后立马跑了过来 为了让翠花相信恶魔的存在 直接将女巫的驱魔笔记交给她 晚上翠花打开中央空调 准备了解一下所谓的恶魔 这时一旁的蜡烛突然熄灭 翠花以为被空调给吹灭的 可当她关掉空调后 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 就连墙上的蜡烛也开始逐渐熄灭 似乎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自己 翠花赶紧拿出打火机上前查看 结果却被铁链限制了走位 第二天翠花从窗户向外望去 又看到那个经常偷窥自己的小男孩 这时表妹拿着一个盒子走进房间 里面是外婆亲手做的玩偶 据说她可以抵挡恶灵入侵 也是她见过最好的护身符 这时翠花突然感觉双手失去了控制 用全力攥着手中的玩偶 就在两人一脸惊慌时 大叔端着一杯羊奶走了过来 翠花一口炫完后 开始对她进行第二场驱魔 这是驱魔补法中最血腥的仪式 被她们称之为心灵手术 只见女巫念出一段咒语后 直接将手插进翠花的肚子 一顿摸索后 从里面掏出一个黑色的肉球 将其切开后发现几颗锋利的獠牙 将它们组合到一起后 正好和墙上的图案相吻合 女巫健壮立马展开第二次手术 这次居然从子宫里 拽出一根黑色的纹发 就当她即将把恶魔拽出来时 双手突然打化 恶魔又成功钻回翠花体内 最终第二次驱魔以失败告终 经过这次痛苦一世后 翠花体内的恶魔 开始侵蚀她的心智 将自己所有的遭遇 都怪到表妹头上 表示这一切 都是她给自己埋下的圈套 不然她怎么知道 自己会在山洞里晕倒 表妹看到翠花充满杀气的眼神 被吓得赶紧跑出了房间 翠花恢复正常后 突然看到一旁的玩偶 诡异地动了起来 翠花果断扔出一只拖鞋 原来是一只老鼠在背后作怪 可当老鼠准备跑进黑暗时 突然被一只鞋手拍成了肉酱 下一秒尸体又突然跑到翠花手里 尖叫声很快引来了大叔 翠花颤抖着指向黑暗的角落 说那里藏着一只恶魔 就当大叔慢慢向黑暗靠近时 翠花突然从背后偷袭 用绳子勒住对方的脖子 由于大叔年迈无力 很快就被勒晕了过去 翠花用钥匙解开脚链准备离开 可刚走到门口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挡住 原来女巫早在门口洒下食言 形成一种屏障挡住了恶魔的去路 翠花很久感到身体不适 直接从嘴里拽出一大滩头发 看到哭哭的一幕 她终于相信了恶魔的存在 这时女巫突然出现 告诉她 这就是不按时喝养奶的后果 明白这些人的良苦用心后 翠花主动向大叔道歉 两人兵视前嫌后 互相说出自己悲惨的往事 原来大叔的父亲也是一名驱魔师 不幸的是在一场仪式中被恶魔附身 母亲用尽全力也没能赶走恶魔 最后父亲为了保护家人直接跳河自尽 相对而言 翠花现在这种情况是比较幸运的 起码她提前就得知自己被邪灵附身 为了赶走体内的恶魔 翠花开始学习驱魔古法 主动和两人一起研究作战计划 还从笔记里得知 附在她身上的是残缺死神波斯特基 她能让人充满黑暗以痛苦为时 主要吞噬那些残缺的灵魂 只有利用残缺之人 才可以将恶魔引出 大叔表示 这是驱魔古法中最残忍的阶段 能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翠花害怕发生意外 让表妹帮她录了一段遗言 录制结束后 第三次驱魔正式开始 女巫用血在她手上画出标记 然后在她脸上浮满橄榄油 翠花躺在发阵中央 大叔和表妹负责按住翠花的手和脚 一切准备就绪后 女巫将钉头敲进武王的底下 同时翠花被镖进的双手 也被死死地钉在地上 现在翠花就成了残缺之人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利用她的痛苦 作为幼儿引魔出洞 紧接着女巫吹响通名号 翠花的身体开始不断的迷屈 发出失心裂肺的坦将 这种剧烈的疼痛感 终于让她看到了恶魔 原来之前偷窥她的小男孩 就是恶魔的化身 就在她感到一脸疑惑时 突然被恶魔划伤了眼睛 翠花刚向众人说出恶魔的身份 可他们根本没见过那个男孩 这时翠花终于明白 原来只有她才能看到恶魔的真身 随着一声怒吼 恶魔化成一股黑烟 想重新回到翠花身上 女巫健壮立刻用法杖上前制止 但双手不幸被魔力灼伤 感受到恶魔强大的实力后 女巫抱着必死的决心 再次念出驱魔咒语 很快恶魔的心脏就暴露在眼前 女巫一本抓住 用最后一次法力将其捏碎了 最后光明终于驱逐了黑暗 而女巫也因此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大叔将其埋葬后 带着所有悲伤离开了此地 翠花体内的恶魔被驱除后 终于走出了房间 本来打算陪表妹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没想到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 居然从表妹眼中看到了恶魔的影子 原来女巫并没有驱魔成功 狡猾的恶魔又趁机转移到表妹身上 可现在两名驱魔师都相继离去 翠花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表妹决定让她帮自己驱魔 而且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个恶魔 就在两人争吵时 女巫的灵魂突然从身后闪过 鼓励翠花帮表妹驱魔 希望她成为自己第一代传人 为了完成女巫的遗愿 翠花带上所有法器化成女巫的模样 直接进行驱魔古法的第三阶段 按照之前的步骤将表妹定在了地上 然后大声念出驱魔咒语 表妹在地上痛苦挣扎 发出惨烈的叫声 紧接着整个人倒立着飘在了半空 表妹无法忍受强大的痛苦 不断向翠花求饶 最终翠花心软放下了驱魔笔记 法器上的钉子也自行拔出 恶魔的阴谋得逞后 果断化成一股黑烟喷涌的出 离开了表妹的身体 随后在黑暗中露出了原形 看到如此恐怖的恶魔 翠花立马认怂 丢掉所有装备 扑通一声跪在恶魔面前 假装献祭自己的灵魂 恶魔以为胜券在握发出歇斯底里的怒火 就在这时翠花一把抓住她的心脏 直接扔到表妹面前 表妹见状迅速捡起地上的笔手 一刀火花带闪电刺破心脏 用物理驱魔彻底将其消灭 有了这次经验 翠花决定留在此地 成为新一代的女巫 防止恶魔逃出村庄 电影《最后村民》 又发现一名擅闯进的者 原来她就是前来营救翠花的上司 不幸的是 她也闯入了拉伯卡山洞 现在的状态和翠花刚来到这里一模一样 翠花以女巫的身份走到她面前 一眼就看出她已经被恶魔附身 一场新的驱魔仪式即将开启